那我們看一下最近消息發了很多 比如說因為這個奇亞幣 奇亞幣是剛剛興起的虛擬貨幣 所以現在這時候大家對它都不了解 當然市場上的消息就滿天飛 比如說群聯投信的追捧 那到底是不是這個題材呢 講很多嘛奇亞幣又是寡名又是歷程 還有創建威鋼那一大堆 到底是不是這些股票看一下群聯 那為什麼今天沒漲呢 沒漲題了 威鋼對不對 創建 沒什麼漲啊 宇瞻 跟這個名義比起來差太多了 那到底這個題材相關的股票是什麼 那我們看一下有人說是漢遜跟立台 那請問是不是漢遜跟立台 你看這個線型就好像怪怪的 在股權系統裡面三線架構是不完整的 賣出去要出現的 那我們就比特幣跟奇亞幣 現在新的叫奇亞幣 比特幣已經漲了2500萬倍 你沒有聽錯就是2500萬倍 那現在奇亞幣 20號開始起貨盤的交易是漲500倍 然後再拉回 到底這個兩個有什麼不同 我們說為什麼 漢遜 立台漲不上去 它是用顯示卡運算來挖礦 所以用到漢遜跟立台 現在用什麼 奇亞幣是用硬碟挖礦 所以這時候它跟比特幣方式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它需求是什麼 比特幣需求是顯卡 是處理器 好一點的處理器 效能高一點的 顯示卡要高階的顯示卡 暗訊就只有高階顯示卡 奇亞幣用什麼 不是用這個 它是用大容量硬碟 那所謂大容量是指什麼 8T以上 我們一般家裡的電腦 辦公室的電腦 就是1T 2T 了不起了 8T到18T 這個大概都2T一跳 8T 10T 12T 14 16 18 這樣跳 這個大容量硬碟其實需求不多 為什麼 都是可能就是公司啦 虛擬的這個伺服器啦等等 它需要很大容量 來儲存很多客戶的資料 所以我們說8T大部分都伺服器用的 或是商業的用途用的 而且比較大的才有辦法 一般根本就用不到這種東西 加上虛擬空間的興起 這個大容量硬碟說真的 它是算幾乎快淘汰的東西 那沒想到7RB興起 要把它救活了 現在你去問 你市場問 完全都沒有這個貨了 通通被掃光了 誰來掃的 大物人來掃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要高階顯卡 挖筆的特權高階顯卡 它是怎麼樣 HD HDB 大容量硬碟 越大越好 最少8T以上 相關的廠商 7RB是 銘利 金爆 光明 是不是SSD題材 也不是 所以威鋼 哪個都不是 但是你看報紙 你看雜誌 你看西方通 亂報一通 那你搞不清楚 你只會買對股票 這個禮拜六 我再去光華商場 其實我平均一個禮拜 一定會去光華商場一次 看一看 釋放一下 這台北的光華商場 來調查一下 看這裡有很多賣 SSD卡的 有賣這個 HDD的 這一次的 GRB完全不是用SSD 它是靠什麼 它是靠HDD 所以你現在去問光華商場 我禮拜六去問 老闆 請教一下 這個7RB的挖礦 需要大容量硬碟 大概要多少的 不好意思 多少都沒有 我們8T以上 全部都賣光了 沒有了 所以是不是 SSD 所謂的固態硬碟 不是 不是固態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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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群聯 不是創建 不是圍鋼 所以你不要搞錯了 是大容量硬碟 就是希杰做的 威騰做的 那台灣相關的廠商是哪些 民意 對不對 還有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帶來看一次 民意 金爆發明 這兩個是幫希杰跟威騰代工的 民意是這個 重要的零組件 整個傳統硬碟的零組件 都是由民意來供應的 它是全台灣最大的供應商 所以如果你買錯股票 根本就不會漲